嗨 大家好 我是沫村奶爸 是一大早上送孩子上学 我现在休年假当中 这次年假休的时间有点长 一直也休到11月份 所以说将近三个多月的年假 然后我现在休了它 最近上班压力也特别大 反正休一休轻松轻松 在家带着孩子 然后今天送孩子上学 孩子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 今天他们学校一起吃热狗 然后穿自己喜欢 橄榄球队的队服 给大家看看 看人家这俩孩子装备的 这是一个墨尔本的球队 叫Issenton Bombers 这是Issenton炸弹队 这俩穿的球队的背心 带的围巾 这俩人今天不用穿校服 走咱们等会上学校看看 孩子们都穿啥样的 肯定五花八门啥样都有 澳洲学校对孩子这种教育 也特别多 尤其他们学校活动也特别多 前两天我女儿在学校待了100天了 学前班 然后还举行了100天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让孩子扮成这种老人 100岁的时候什么样子 戴的假发 装扮脸上画的皱纹是啥的 都特别好玩 今天这个活动也挺好 咱们走着 怎么样今天穿挺好的 喜欢我儿子就喜欢球队的服装 其实我们家看橄榄球看的一般 不太说什么看橄榄球塞 但是我儿子特别喜欢他们的对服 来把书包放进去 我看过很多 我看过吧 嗯 Good 走了儿子 上车 走了孩子们咱们出发 哎我们到学校了啊 走下车 哎呦我天呐连滚带爬呀 儿子你那书包都不拿是吧 看吗 关门 看前面那个一家是跟咱一个队的 也是 bombers 好多一个队的 你看前面好多穿一个队的 你看 今天他们整着这个学校 全都是啊 从学前班到这个六年级啊 都穿这个球队的对手啊 看 是不是 每个人穿都不一样 可 是不是 可这第一次 他们每年学校都有一次啊 哥哥都已经习惯了 你还是第一次呢 要是没有橄榄球喜欢的 就可以穿篮球服 足球服都可以 他有人穿足球服 有人穿篮球服 或者要都不喜欢 的话就穿普通衣服 阿肯 一到学校看班机好几个 跟他一个队的 好几个小朋友过来找他 你看咱们是一个队的啊 看我姑娘天天现在就是玩这个 云梯啊 玩的老六了 上了啊 来吧 从这儿还跨一个 这甲厉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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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哎呦 这甲厉害 来来来来来 我看看你的手 你看看天天玩我学的手 你看看手 你看看你的手上 你的手比爸爸手都粗糙 上上大将 我手上都没有这将的 你说你手上 哎呦天 哎 小娜娜给孩子送你去了 然后这个今天学校真热闹啊 穿的真是五花八门啥都有啊 这个活动啊 他们学校每年都有一次啊 就在这个澳洲这个橄榄球这个季啊 然后之后开始呢 这个学校每年都有一次这样活动 我儿子都已经参加好一次了 所以说他已经有这个衣服了 呃 但是也小了啊 像我这个昨天呢 先给我女儿买了一套 给我儿子又单独又买了一套啊 他们两个一模一样的 一条围巾 一个背心啊 这种背心 其实这个东西啊 在这种这个橄榄球专卖店买啊 真是挺贵的 就这么两个背心啊 就是跨单背心两个 然后再加上两条围巾 一共花了将近180澳元啊 179块多 说实话呀 我们家对这个橄榄球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这个澳洲人对这个澳式橄榄球啊 真是啊 特别的狂热 每个家庭基本上都在看 但是一般上像我们这种移民家庭啊 这种亚洲家庭啊 或者说别的国家移民过来啊 对这种橄榄球啊 真是不是很热衷啊 但是孩子学校呢 组织这种活动呢 你说你不给孩子弄上装备上 这个孩子感觉在这个学校里面啊 就感觉格格不入的 怕影响孩子这个心理啊 所以说还是啊 就是说不管啊 这个贵啊 还是便宜 咱反正有学校这种活动呢 尽量给孩子啊 都给他装扮上啊 让他不是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其实有一点呢 我感触很深啊 就是那天在这个我女儿参加这个100天的这个庆祝活动啊 这个来学校100天了 然后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每年都有啊 给这个学前班的这个小朋友 就说当你100岁的时候你会什么样子 然后让家长呢给装扮 比如说啊 就是把头发弄成白色的呀 戴上假发呀 戴上胡子呀 戴上眼镜啊 这个穿上老年人的衣服啊 戴个大珍珠项链啊 煮个拐杖啊什么的啊 那天这个我跟我媳妇呢 我们两个人呢 老早就给我女儿啊 把这些该买的买了 假发什么这个就是眼镜啊 戴的这个大珍珠项链啊 老年人啊 戴的这种这个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女儿呢 她不太喜欢 最后假发她没戴 然后呢 但是呢 大项链啊 小围巾啊 都长上了啊 穿了一个老年人这种小毛衣啊 反正就是来了 咱也是尽咱最大的努力 帮她就是装扮上了啊 但是来了之后啊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啊 整个学前班啊 他们一共有7个班吧 每个班有20多个孩子 然后家长呢 可以去大的这个礼堂里面 去看他们上台表演呢 上台走秀啊 就是看一看这些孩子的装扮啊 你想想啊 就是说100多个学生啊 100多个家长 然后之后里面呢 基本上就有两个孩子没有装扮的 其实这个装扮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人家老师说了 不是说强制性的啊 你想弄就弄 不想弄就就算了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就有两个孩子没有弄的 啊 还都是亚洲的孩子 一个是亚洲的孩子啊 一个是这个就是印度的孩子啊 而且好多孩子这个装扮呢 你能看出来啊 这个家里人呢 非常非常用心的在弄啊 给弄的真是非常的好啊 有的这个孩子这种表情啊表演呢 真是非常的搞笑 而且呢 你也能看出来啊 是真是精心的去做准备了 所以说啊 这个我觉得啊 这是澳洲最好的一点呢 就是说对孩子这个陪伴啊 和对孩子这个重视啊 是特别的好的 就是说好多家长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去为了生活而奔波啊 就是说去赚钱呢 去养家 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现在好多我们国内的这个父母啊 就是面临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很大啊 都要去工作 然后呢把孩子都给推给老人去看管 然后呢就是说 对孩子的陪伴非常少 但是呢在澳洲这种情况啊 是非常非常少发生的 就是说宁可我不去上班了 我也要留下这个时间给孩子啊 陪孩子慢慢的长大 不能缺失这个孩子成长的每一分每一秒啊 这也是我呢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 最大的一个感触啊 所以说呢 我的思想和概念 我和我媳妇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能陪伴孩子成长的 我们要尽量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不要去因为别的事情啊 去耽误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一段历程啊 行了 这期的视频奶爸就给大家拍到这了啊 我是摩测奶爸 我们明天见 拜拜